生物不可能在这样的深度存活 所以这个发泄让人非常震惊 这些生物有可能对埋在此处的废弃核能产生影响 哥特伯格大学的克斯坦·佩德森教授 将带领研究小组对这些水下微生物进行研究 深层的海水中也没有阳光照射 这些微生物是怎么存活的呢 佩德森教授的小组收集了隧道中各种岩石的样本 研究这些微生物存活的机制 他们发现这些生物在生存的时候 地底产生的氢气和二氧化碳 按照佩德森教授的说法 这些微生物以地球为生 他们还发现这些微生物会产生甲烷和乙酸等有机物 进一步研究发现 有更多微生物以这些微生物为食 深层海底孕育出了繁盛的生态系统 这些环境中的大美面积生物和大美面积生物相当 如果是在宿岛的生物 可以生物在地球上的一层 在一层的一层 在一层的一层 在一层的一层的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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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从空的一层 就会有可能性的 在一层的一层的一层 的一层的一层 一些其他天体中 一定也有类似的生物圈存在 一些科学家认为 这是最合理的推测 研究生命起源的甘涩瓦特萨斯博士 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太空中经常有类似的环境 例如富含铁或流的岩石 少量的水以及来自内部的能量 这些都能形成生命 彼此的生活 殊存在的生命中 的生命中 也尽量尤其是人生命中 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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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的基因 我们继续成本 的生命中 在天地的内部 可能出现生物圈 在天体的内部 也可能出现生物圈 如今宇宙中出现生物的可能性 正在迅速提高 在广阔的宇宙中 可能已经充满了生命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美国宇宙局阿米斯研究中心的 乔尔博士 它不断地进行 对外星生物的模拟 重现它们所生存的 与地球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推测这些生物特性 包括外形和行动特征 对外星生物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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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ing these things is not in being just fanciful, totally imaginary about it. But, in following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foundation of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to to grow a life form rather than just pull it out of thin air. And the the processes have so many, uh so many opportunities to divert in different ways, different paths than they followed here on our own planet that it actually makes it I think more fun and more interesting to limit it to some extent to what's feasible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physics and biochemistry and so on than just to out of your imagination start sticking claws on bats or something 科学家们脑海中 已经构思了大量的外星生物 在这个巨大的气体行星中 没有可以孕育生命的海洋或大陆存在 如果这里有生物的话 将是形似热气球的生物 它们将上下漂浮 把温差转化成能量维持生命 在引力非常强大的行星上 生物会进化出很坚实的骨骼 在地上缓慢的爬行 而在碳机严重缺少的地方 生命将会运用硅 作为构建晶体主要成分 在严寒的行星上 万里冰封 然而来自宇宙的射线 会从冰中产生氧气 使得一些生物能够生存 宇宙中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生命 那么它们是否有可能像人们一样 具有智能呢 在地球上的超过三千万种生物中 只有极少数具有高智能 然而天文生物学家 瑟斯·索斯塔克博士认为 考虑到宇宙的漫长历史 具有高智能的生物出现 不应该是少数特例 记得,宇宙宇宙的富山 它是二十三十多次老的船长 所以,甚至设计是蠢蠢 如果有些设计的设计 如果有些设计的设计之类疑 较到我们的达设计之类疑 它们可能会传达到一会儿 或是导致导致导致 这代表会有设计的设计 只有一个设计之类疑 是非常宽传的设计 我们可能会变得到我们的设计之类疑 那么,外星人智能的发展是什么过程呢? 所以,这不是很想象的,但真正可谢谢我们的真正看不到我们的真正看,但我们对 MO Brodie毫无论机必须运游属于我们在一起。 但我们在毫无论器运游公共规体 但 knowing,你总是没有任何机密必须,有很多人在用那种认知食上,可能会是公共选技术的事情。 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机密的认知们在我们的英文中期间,是机智能的。 广阔的宇宙中聚集着无数的恒星 这其中有可能会出现外星文明吗 而我们又有没有机会遇到它们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智能生命 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加州的一个农场主克里斯索普 对天文有很浓厚的兴趣 他认为宇宙中一定有其他的文明世界 他说他从小就一直感觉到 有外太空生物的存在 会不会有其他体验的宇宙的宇宙 它能感受到整个宇宙 而感受到我们的同样 是非常感兴趣 还有其他智能的生活 也感受到宇宙的宇宙 也感受到宇宙的宇宙 我觉得这也很可能 2000年春天 听说加州大学开展了寻找 外星文明的项目 克里斯决定参加 为了更有效的分析 从太空接收到的 大量无线电信号 加州大学决定 让有兴趣的市民也参与进来 他们收到的电波数据 被分配给每个参加项目的市民 这些数据 随后将通过普通的家用电脑 进行分析 寻找其中可能来自 外星文明的信号 无法预测 谁将第一个 在自己的电脑上 收到来自外星的信息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 无线电天文望远镜 位于波多黎克的阿莱奇波 这里将收到来自太空的 两千八百万个 不同频率的电波 从外太空 接收到的电波中 寻找外星文明信号 这个项目简称为 SETI 欢迎云山宝货点 SETI已经成立了四十年 但是目前仍然没有任何科学发现 SETI的科学家们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从宇宙中 接收到的电波数量 如此巨大 没有计算机 能完成 如此艰巨的计算任务 欢迎斯托纵勋爵进入房间 SETI 所能完成分析的 只有少数来自银河系的电波 为了克服这一困难 一个新颖的项目 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成立 这个项目 被称为家庭SETI 借助全球家庭 个人电脑的帮助 完成分析 来自各国的 超过三百万人 已经参加了这个项目 而每天都有 超过三千人加入其中 这些声音的声音 这些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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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会听到 你转眼的声音 或是一座星星 或是一座星星 这些是我们叫broadband的信息 这些组织的组织的组织 他们像那些声音的声音 可能是一个高的频道 或是一个低的频道 或是一个低的频道 这些是broad的信息 这些是通常的信息 我们搜索的信息 是一个信息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这种信息 这叫broadband的信息 每天阿莱奇波天文台 都会把接收到的电波信号 送往家庭SETI中心 这些数据将被分成较小的几分 通过互联网发送到不同的国家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多数字的信息 所运作的信息 这些信息会有20几分二十个数字的信息 这些信息会有一个最大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什么数字的信息 它是十万亿免的行动 这是十万亿免的行动 这是世界最大的信息 这是世界最大的信息 最大的信息 这种信息是什么 在長期的一段時間, 那一段時間, 那一段時間, 我們會做更多的搜尋, 那我們可能會找到 ET 如果他們有可能會有50年來 可能會有50年來 那些人會參與 在家中的全世界 是正確的, 因為這問題是我們獨自的 是一個 global問題 而不是一個問題 而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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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能夠成功獲得 外星文明的信號 並和他們通信嗎? ICTI的科學家們認為 即便宇宙中有很多文明存在 如果它們在短時間內消失 那麼互相之間通信的可能 是很小的 宇宙實在是太廣闊 以至於無限電波傳到另一恒星 可能需要數億年 文明能持續這麼長的時間嗎? 我們現在試圖尋找短暫的 文明之間的接觸 克里斯索普加入家庭ICTI 現在已經接近一年 他每天都會閱讀天文學書籍 盡情享受著對外星生物的遐想 但可能會有很多的宗多 Lower地區 以為當時有很多不同的宗多 有壇測角度 我們可以在想 很多不同這些宗多分 也一樣 zech這類各地區 在可能性的方法 这些练习的运动 是很大量的运动 是最大的运动 是最大的运动 是在公共产生的运动 是更多的 比较多的 我们在加利福尼河河 所以我必须实现实在 但是人们永远都知道 可能是在那里 那是最有趣的 可能是在那里 罗马郊区的梵蒂冈天文台 已经有400年的历史 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台 今天借助无线电望远镜的帮助 它要解开宇宙神秘的面纱 天文台的负责人乔治凯恩神父 是一位英国天文学家 他一直对外星生物很有兴趣 他坚信宇宙中存在其他生命 他希望探索发现 外星生物对人类的影响 不管是科学上的 还是宗教上的 如果我们想探索发现 外星生物有任何方式的 外星生物有任何方式的 外星生物有任何方式的影响 他必须有任何方式的影响 他必须有任何方式的影响 其他生物有任何方式的影响 其他生命超越了传统的人本位哲学 布鲁诺的学说是正确的吗 到了二十一世纪 随着对太空的探索的进行 我们距离答案揭晓 我们距离答案揭晓的时候 越来越近了 当我们真的发现了外星生物 地球将不再被视为一个奇迹的行星 那时候人类将被唤醒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重新认识宇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